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建府真品九页赞助播出 疫情当下我们能汇聚于此 见证十位武林新一代新兴巧鼠全力争夺 新日王的新腰带 见证22位中国国际顶尖人才的巅峰对决 来终争夺第六位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的贵冠 完全得以过去一年大湾区和澳门各地政府抗议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至此新年之计也是中国力量向全世界最有力的强心计 经过四个月八十名选手武林新一代的五个级别 有十名选手最终突突成为来到了今天总决赛的现场 澳门单败淘汰的赛事决定了每一场都会是决战一番的拼杀 那么今天谁将最终的得好取新日王的金腰带 让我们拭目以待首先进行的是五十七公斤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有请蓝方选手来自于三门峡郭强格斗的曲目 C4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you join the youth champion to start the season's final E5关系 Is Chimo C4 I 有请红方选手 来自于唐山奥语光辉的刘志鹏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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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小区 5小区 6小区 5小区 红色 大朋友 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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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哦 只怕 一个面色有黑 凶神恶煞 一个面色温存 却打法刚毅 鹿死谁手比赛 现在开始场上裁判张希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河南卫视武力新一代 我们在中国澳门星豪影会 为您带来星文王的 金腰带争夺战 我是南巡 今天跟我一起搭档解说的是 中国著名国际运动员 王洪翔 欢迎洪翔老师 王洪翔老师 你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洪翔 现在那台上 现在进行的是 57根筋级的决赛 蓝帮选手呢 穿这个蓝色短裤 曲目西服 来自河南三门侠 波强格斗 红方选手呢 刘志鹏 红色短裤 是的 刘志鹏 年龄20岁 体重56.9 身高1米71 臂展1米70 职业战绩是 九胜四虎 曲目西服呢 是年龄只有18岁 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对 体重是56.6 身高1米69 避展是1米68 战绩是16胜 两负 是的 两位一开始啊 没有一点试探啊 直接开始拼打了 嗯 虽然年龄都很小 但是 两位都是非常强 非常硬的选手啊 啊 对 年轻选手一贯的特点 就是一上来就开始 对啊 敢拼敢打 敢拼敢打 孟姑啊 这个没有太多的试探啊 也没有太多的顾虑 是的 这都是刚开始啊 可能这个身体还有些僵硬啊 嗯 那么又到了这个我们的澳门啊 这个到一个新的地方啊 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是的 再一个再一个 比较紧一样 可能现在在北方可能有点冷啊 来来来 来来 好 你们方的拳法 红方的拳法 男方反击 嗯 那红方在 呃 移动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 有一些命中率 那么 看来他打的是这种 啊 防守反击的这种 风格和特点 蓝方选手是一位少数民族选手 曲慕熙福 那么我们在这个立台上 也有很多著名的少数民族的选手 比如说蒙国东 没错 蒙国东是壮族的 极多一部 极多一部是姨族的 张兰佩 张兰佩是苗族的 是的 在这个立台上 优秀的少数民族选动员 刚刚说到姨族了 让大家也想到了 1935年刘伯承和小叶丹的 以海结盟 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团结典范 当然也是从 曲慕熙福的家乡 缅宁县开始的 是的 姨族选手给我们的特点是 觉得他们的身体条件非常好 体能非常充沛 一上来就猛攻猛打 身体素质也是很高的 身体素质非常好 是的 那在经济体育当中呢 我们少数民族也很多 展露头角的 刚才 红翔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 在武林方当中呢 也有很多优秀的 伯极运动员 也是少数民族 好 第二回合开始 让我们回到比赛当中 在第一局的时候 我们大致介绍了两位运动员的资料 对 在第一回合我们看他们两位还是拼拳多一点 没有试探直接开打 是 这是一记后手拳 后手摆拳 连续摆但打空了 这个红方选手的这个幅度比较大 但是呢这个打空的几率也比较多 命中力不高 但是一旦命中可能会有分量 很大的杀伤力 当然曲目西服也不甘示弱 也一直在拼拳 对 曲目西服的防守 防守跟这个命中率还是不错的 有吸法 孤近 我们裁判提醒这个曲目西服 不可以孤近 用吸法 对 可以用一下跳吸 因为这个 因为很多的训练和技巧的运用 都是根据规则 我们在刚开始 这一波就到中国的时候是可以孤近的 那么后来 不能孤近用吸法 那么我们的选手踊跃出了一批 跳吸 跳得特别好的 就是说在 没有到禅暴的时候用吸法 又是一个 那么两位年轻的选手啊 非常拼得很凶 但是在这台上始终没有找到这种破口啊 还是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肌肉也很紧 包括他们的输出 包括整个基站树的这种绘画 包括心理建设 这个 都有点慌 都有点这个不够稳 倒是我们看这个擂台两侧的两位主教练啊 谈的声音确实已经很大了 全场都能听见了 是 群慕西福的师傅是郭强老师 还有刘志鹏呢 他也是来自台山奥武光辉俱乐部 他的师傅呢 是 何志伟老师 何志伟教练 您应该比较熟吧 这个 两位教练我都非常熟悉啊 这个郭强也是 是 叫早期的孙文峰的选手之一 然后我们也曾经 我的一个比赛的这种 末端呢 他曾经我们也同台过啊 哦 这个 是一位大级别的很优秀的一位选手 可以说是曾经的战友 是 那么何志伟呢 是一名 原来是我们国家的拳击运动员 对 这个 会议以后呢 不是这个啊 拳击也不提的教学 包括这个唐山奥运光辉的 呃 这次呢 也跟何志伟教练一起强调联手 来培养我们的新一代的运动员啊 对 好第二集结束了 结束了 喝水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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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三回合开始 对 在前面两个回合的比赛中两位 可こと说是你来我完哈 不是